那今天在2014的设计师周已经顺利开展了 那我们想要跟你聊一聊的就是 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今年的展场 我知道你在这个上面花了非常大的心力 那跟我们谈一谈 今年展场有什么特色 然后你觉得特别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建筑本身是一个古迹 所以加上这个场地本身有中间两个高台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规划上 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去满足所有厂商的需求 那再来是说其实在整个展场设计上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大原则 就是怎么样可以再回收跟使用这样的一些材质 所以其实这个展场的基本的股价 都是用去年展览所回收下来的铁材 然后再重新的再调整再使用 像外面的售票亭呢 就是用去年的钢材红尼索 只是我们把它换不同的颜色 给它一个不同的呈现跟不同的感觉 这样子 那在这个方面 其实每个厂商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寻求一种统一的一致性 那这也是我们每年展场设计规划上面的挑战 这样子 特别是以设计师的展览为题的话 对于展场的相关这些设计有关的议题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重视 那今年这个推动设计师周 我们知道跟其他国家的接触 包括论坛的来宾的邀访 或者是说邀请他们相关的单位过来参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想就一定会有碰到一些可能的困难 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聊聊会是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更多的国际资源 还有更多的关注 那对我们而言其实因为资源的限制 所以这一类相关的国际的合作 国际之间的邀请 其实通常都要在一年之前左右展开 所以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去经营这些 但有时候其实很多的合作可能要谈 甚至是超过一年两年才能够去达成 那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一直有 不停的跟很多国外的设计单位保持接触 保持联系 那慢慢的有一些机会点产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 一切水到渠成的时候 我们这些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那我觉得这一两年的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的讲者 讲师来到台湾 其实也是因为 在前一段时间 包含是朋友们的介绍 还有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设计相关的 外部的资源的连结 其实我们是一直都有持续的在保持联系 那国际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说因为国情的不同 很多事情必须要 能够提早的沟通协调 它会耗费蛮多的精力跟时间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这几年下来 我们已经算是蛮有经验的 只要国外的设计师 讲者来 我们通常都能够 很快速的给予一个 实际上的资源 或是去协助他 能够更快速的来到台湾 并且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谈一谈 是什么样的使命感 让你愿意这样子 投入这样子一个大型的工作 那你还会再想去筹办 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吗 其實我在2009年加入台灣設計師之後 那在當時其實一切只是一個誤會 我當時其實是因為剛轉換跑道 所以我搬回來台北 那時候朋友說台灣設計師之後需要協助 在2009年剛開始轉型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心裡是抱著一種 反正現在也在找工作所以無妨的心態去 想說我以為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工作 結果沒想到就到了今天 其實對我而言其實沒有 使命感我覺得是還有點太嚴重 其實對我而言我覺得重點其實是好玩 就是說我非常享受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跟這麼多設計師一起工作 然後彼此因為透過設計師之後 我們跟這些設計師都成為很好很好的朋友 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私底下 所以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看了這麼多設計師 大家一起為了一件事情努力 其實還蠻爽的 所以每年都很辛苦 但每年只要看到這個展場一步一步 從沒有到有這個過程 其實它是很有魅力的 會讓你一直持續的想要去做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其實我們希望 可以更努力的把台灣的設計 不是只有在國內 而且透過我們的平台 透過我們努力去爭取更高的能見度 把台灣的設計推廣出去 所以你加入設計師之後也有五六年了 那設計師之後到現在來說已經是八年了 那你覺得國際間是不是真的透過設計師之後 看見台灣的設計 看見台灣的設計師了 其實我覺得台灣設計師之後 我想還是 就是畢竟它資源真的有限 所以它能做的事情其實也有限 但是我們只是在我們能夠做的範圍內 做到最好 然後慢慢做 可是這幾年其實 我們自己的觀察的趨勢也慢慢發現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在努力 包含其他相關的單位 還有設計師本身自己很努力 自己爭取更多往國外曝光的機會 所以台灣的設計其實在國際上 它的能見度是有被提升的 早期可能在國外你看到很多東方面孔 大家都會認為這是來自於日本 但其實現在大家也會慢慢的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設計師有它的特色 那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時間去鋪陳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也不會是只有 透過台灣設計師之後才能夠才去做到 是需要透過大家去把資源整個 共同整合在一起然後來一起推廣 對 最後一個問題 那你辛苦了這麼長一段時間了 那今天大會展開了 順利的就展開了 那從籌備一直到今天開展 這個過程當中 來談一談你個人心情上的一些德語師 好 其實 首先是我很久沒見到我的家人了 沒有 但其實我覺得每次都是很多獲得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面臨很多很多的挑戰 我們並不是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怎麼去做到 不是只有做完 而且是有一些每年都有一些新的突破 那這突破不是只有在展場的規劃上 這些這種可能看得到的東西 在內容的規劃上甚至在怎麼執行這件事情的人力編制 分工討論上面怎麼樣去做 這些都是新的挑戰 那我覺得這種挑戰對我而言其實就是一種獲得 每次當你解決掉一些問題 或是一些狀況被你排除之後 這是一個獲得這樣子 那德語師 師的部分的話我想就是 個人的休閒的時間其實真的犧牲掉蠻多的 我其實對我完全沒有所謂的休閒的時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也是一個可以被改善的空間 我如果在維持現在活動的規格品質之下 然後能夠讓自己有更多的生活品質 這也是我接下來給我自己的一個新的挑戰 對 謝謝 那剛剛你好像沒有提到 接下來你還會投入任何其他類似大型的活動的推廣嗎 其實這邊就是看整個合作的方式與機會 因為在我們公司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任何的刑事的案子 只要它的目標或是只要是它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們都非常願意去投入啦 那我們自己其實已經在醞釀一些非常有趣的計畫 那我們也在尋求相關的資源 希望能夠把這樣的事情繼續推廣給大家知道 對 我覺得快樂嗎 你快樂嗎 快樂 對啊 提累多還是快樂多 超累的 可是其實真的就是會覺得說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因為在 我覺得全台灣沒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做到台灣設計師中 這樣子的規格的一個project 然後 而且其實 能夠跟很多設計師共同去激盪出很多的火花 那 我在這裡面其實我學到了很多事情 包含我其實想要還有 像尊重專業 我們在整個整場設計合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基本上我們不太給我們的設計師限制 而且我們會 反過來我們會非常非常地尊重他們的想法跟意見 那 其實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 有時候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讓專業的來做 它自然就會幫你解決很多事情 對 那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 這個 互信的系統產生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就會非常地順暢 對 那即便很多困難 大家都可以共同解決 我覺得 這是 這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像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想到 這麼多設計師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嗯 這些想法打架的時候 就跟他們打架 沒有啦 其實 其實 這個難免啦 因為你看一次這麼多的廠商 我想中間都會很多溝通上的一些 不管是失誤也好 或者是說 大家的理想期望值不太一樣 這件事情也好 那 不過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比例的設計師還有廠商 我們面臨到的問題 或者是這些溝通上的狀態 其實比例是非常低的 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設計師都 還是非常願意配合我們的整體規劃 來做一些 呃 調整啊 來配合他們自己的設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們彼此互相地去體諒 因為 呃 我們的香港設計師朋友來到台灣 其實他就覺得說 台灣的設計圈它非常非常的團結 大家都願意就是 呃 群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台灣設計師 然後給人家一走進來 就會有一種好像很歡樂的氛圍 或是感覺 因為 這個是別的展覽活動 它 你所看不到的 別的展覽可能很漂亮 可是你可能 不會真的感覺到一種 嘖 好像是一種很同樂會 一種 一種派對的這種氛圍 其實是 比較少見到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設計師周 呃 那它的目的 或者是它 不一定完全是利益考量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